那因為過去你也擔任過柯市府時期的局長 那您怎麼看柯文哲的文化政策 你不提他的文化政策 柯文哲的文化政策 我認為到今天都還看不清楚 也沒有看到成果 主要怎麼看說 因為柯文哲之前說大巨蛋爭 一些民進黨政府印卡他印民多 當然不是 這件事情歷史自有清楚的定論 大巨蛋的問題在於柯市府的第二任 並沒有堅持守法而讓遠雄得逞 這個事情歷史自有定論 所以您會覺得對柯文哲現在這樣的出發有點失望嗎 我覺得柯市長相當的可惜 他認真但是他沒有團隊沒有清楚的政策 這個歷史也會自有公論的 劇團現在請教一下如果大巨蛋已經開幕了 你會覺得大巨蛋現在的情況是不危險的嗎 大巨蛋的問題就是大巨蛋並沒有完成一定應該要做的防災電腦模擬 他沒有完成這是事實 但是我們讓他開幕了 這當然是不對 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沒有一個國家會縱容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他現在已經一面說可以使用了 那到底這個是蔣萬安市府還是柯市府應該要回答 我覺得這個是世代台北人要共同承擔的問題 不對可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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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xtures PAL 你